从人在窘土到现在 你对窘这个字的 这个概念的本身的理解 你觉得发生什么变化 窘本身是一个网络字 然后你最初听到这个词 是什么感觉 我不喜欢 对我也是不喜欢 我很不喜欢这个词 但是呢 它的确是一个描述 就是对当下的一种描述 就是很窘 然后呢 因为后来因为太窘做成功了 太窘做得很成功 然后也不得不 利用一下这个 这个真的是 这很尴尬 我每次过来就是说 其实我不断地在做这种测试 就我会问我身边的好朋友 我说这个电影我还叫不叫炯 别人一听 说你还是应该叫炯 就总是这样子 它毕竟是已知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这事没那么严重 那就叫这个名字也可以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矛盾的一个 一个地方就是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 对炯的这个系列 或者炯的这个品牌 认为它就是一部爆米花电影 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不是 我只是之前做的不够成熟 然后做的有点像爆米花电影 但是随着我越来越深入 我必须让它脱离爆米花电影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对我等于是电影到最后 在宣传的时候就会很困难 但是即便是这样子 我也要去冒这个戏 你说这部想摆脱以前那个爆米花 那个风格 炯的语言风格核心在哪里呢 我觉得是一种 就对自己的人生很不满意吧 就觉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我该怎么办 华山路是很舒服的 就这几个很有意思 以前因为对面的是尔异 戏剧圈 那边是以前是上海的仁义和清化 这几个连在一起了 白老慧上海的白老慧 我这个到这里完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为什么呢 从这个位置从前走50米不到有一个学校 以前那里是我的高中 然后这条街走到尽头 一转弯就是我家 而且呢 就是包括连戏剧学院算在内 它整个这一片的邮政编码都是一个 你看这边是画剧艺术中心 就是再往前走就是青年画剧团 所以我那个时候 你是这条街上的孩子 我是这条街上的孩子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 整个画剧中心的这个楼 现在变得特别特别好 这个还是感慨的 这个可以找到很多 这个是我当初在演兄弟的时候 我演李光头 裴都夫人 这是我进画剧艺术中心的第一个戏 太可爱了 9495年 是吧 对对对 这我演的另外一个法国的一个戏叫艺术 股票的颜色 股票的颜色 对 这个时候 我演一个这个疯狂炒股的一个人 所以看到整个时代的变迁 是的 这个是资本论 排成了一部就是有点像音乐剧一样 就讲的就是资本进入文化领域 然后怎么样一点一点点吞噬 这个创意很好 这个戏演完以后就真的发生 很多资本就进入了我们这个演艺市场 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预言 金钱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是 你觉得如果你一直没离开这个舞台 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我就一直在演戏 这个拥挤是我第一次做导演排的一个先锋话剧 有一个叫拥挤 有一个叫母语 听过拥挤没听过母语 母语 母语我没有演 我就是倒了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不是要消灭戏剧 我们是要将戏剧的外延 无限地延伸 社会是我们的内容 世界是我们的舞台 欲望是我们的动力 我觉得你以前说过 你很喜欢那个美国导演培恩 培安德尔培恩 是吧 那个《杯酒人生》 我看了好多遍 我觉得他对那种日常关系的那种理解 特别准确 他后来还拍了一个电影 叫内布拉斯加 对 他是讲的父亲 他跟他的老头 这个对你有直接的启发吗 他拍这个 我觉得他拍的电影都是种电影 对 美国式的 对 一种就是美国的一种人际关系 美国的这个家庭关系 人到了中年以后 不知何去何从 不知道怎么样活 才是能够找到所谓新的这个方向 他其实《杯酒人生》里面 那个人物更加知识分子一点 他写了一本书 一直放在后备箱里面 对吧 大家都有好像这样一个情况 就像我看那个 那个电影叫什么 就讲一个吉他手的 我也看过 那个叫做 叫什么电影 《最像民谣》 《最像民谣》 就你看《最像民谣》也好 或者是这个 《杯酒人生》 《杯酒人生》也好 这里面的主人公 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理想 但是那个理想 就是说处在幻灭的这个边缘 你到底是坚持下去呢 你到底要不要坚持做这个文艺青年呢 要不要继续写书呢 还要不要搞音乐呢 你觉得他好可怜 就是他后来去 去试镜 他尝试着去附和那种某一种标准 对吧 他在努力 但是并不是他喜欢的那个 我就是以前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也有那样的苦门 94年之后 90年代的时候 对 那是什么样的苦门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文艺青年吧 其实也是有一种人设 或者说是有一种包装 这种包装其实就是不得知 就是说我这么有才华 但是我不得知 对 这个是文艺青年比较容易 就是说被植入的标签 而且这个根据这个文艺青年传统 大家应该崇拜不得知的 因为成功是一个可疑的事情 对 成功是可疑的 成功意味着一种世俗 就是首先得没什么钱 贫穷是高贵的标志 对 贫穷意味着你的精神世界 是很丰富的 对吧 这是一个 咱们这代人都是受这个影响 都是受这个影响 但是你也不想想 就是说世界上还有很多 很有钱的画家 对吧 他们过的非常贵族的生活 但是他们仍然在创造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不会 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影响 后来我觉得我选择去拍猪八戒 我就已经脱离那个系统了 这个克服过程中对你两个困难吗 还好 就是因为比较偏俗 我当时就是没有犹豫太长时间 我就找几个 因为我在拍猪八戒之前 猪八戒之前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 我说我排了两个比较先锋的实验画剧 当时就受到很多质疑 别人说你拍的戏我这个看不懂 就这那样的 但是我就是很激动 还跟别人争辩那样子 对 但是后来一想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他看不懂 他 我怎么去影响他 就是我怎么对我的这个传播去负责任 我觉得我传播应该是有效的传播 如果是一个无效的一个传播 我就谈不上影响了 但是已经给自己贴上了文艺青年的标签 所以我觉得挺糟糕的 我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那些困惑和迷惘是不是也很重要 不重要 也都应该被有效利用起来 我觉得我现在就觉得如果被有效利用起来 那就更好了 后来去拍猪八戒的时候 我就问很多也是这个文艺青年的一些好朋友 我说你们觉得文艺青年的这个好朋友还是内心还是很善良的 就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就是说就是骑士成功而就是不给你指的条路